我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 跟妈妈相依为命 个性内向 在同侪之中都是不起眼的角色 因为家境不好 在同学面前总是低着头走路 跟别人说话 也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但只要一回到家 就能立刻忘记这一切不愉快 因为妈妈总会准时在门口迎接我 摸我的头 给我拥抱 待在妈妈的怀里 受着妈妈身上辛苦一天后微微的汗味 还有一点厨房里的油烟味 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家的味道 我们一直相依为命到现在 直到那天 直到那天 妈妈急着去上班的路上 被一台闯红灯的小货车撞倒 在我崩溃痛不欲生的时候 一个男同事主动接近我 他会在我想说话的时候听我说 不说话的时候静静陪伴在我身边 我把对妈妈的思念放到他身上 为他洗衣 煮饭 整理家里 满足他一切要求 努力讨好他 已经找不到 让自己活着的理由 跳楼 割碗 车祸 上吊 然而每一次都在最紧要的关头出了差错 难道我连想要消失都注定是个失败者吗 没想到这次我一口气吞了半罐安眠药 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那个人离开那晚 我在浴室放了一缸的热水 拿他的刮胡刀往手腕砍 却看到施妈妈哭着用力按着手腕 阻止血继续流 另一次我在房间绑好套锁 然后踢掉脚边的椅子 施妈妈又撕又咬地破坏建构的绳索 清醒时还以为是绳子不老过 又一次我故意擅闯红灯 一台卡车正要向前冲 施妈妈又把我向外推开 紧紧轻轻擦过只受了轻伤 再一次我站在顶楼向下一跳 我闭着眼感觉身体快速向下坠落 她伸出双手在空中紧紧拥抱我 快快通知医生她醒了 我还活着 原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妈妈 仍然不肯放弃 不断阻止我做傻事 就连现在 不哭了 妈妈一直在啊 你要好好活下去 妈妈永远爱你啊 一溪底 我又嗅到了那股熟悉的油烟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